去除幸福之贼担心 担心为什么破坏幸福呢? 担心是一个故乡的祷告 你儿子很乖 礼拜天放假 骑着脚踏车和朋友去交游 你在家里 老是担心 你说我的儿子不要逛上汽车啊 过马路的时候逛上汽车就惨 你等于是负面的祷告 万一祷告临了 就会出车祸了 这就是诸语的担心 平常教导孩子固然是有必要的 但不要担心 小孩不在眼前 好久没来醒了 你就担心他生病了吧 要不要紧 你这等于是在诅咒他 所以一个人不必要至少精神不担 尽管你是处处为别人担心 天天做负面的祷告 天天诅咒他 总有一天会灵的 可见担心会破坏我们的安详 担心对别人勉励 不是爱他 而是害他 所以不要担心 不要做负面的祷告 尽心修持 感觉您好 感觉您好